玄碧和孫义珍从爱的迫降一开拍就传绯闻 终于在新年第一天正式认爱 因为被韩媒Dispatch紧迫盯人跟拍 孫义珍被拍到后还在IG放闪自称 感谢能遇到很好的人会努力维持这段感情 韩媒马上加码爆料 其实两人原本在2020年下半年就已经打算结婚 一名豪宅仲介声称 玄碧的父母差点签下高达2.5亿的新房 要给两人结婚用 不过韩国人都算虚岁 同龄的两人在2020年虚岁都是39岁 因为逢酒不宜的习俗 因此两人打算在2021或2022年才会结婚 孙义珍投资房地产有成 曾被KBS明星房产排行榜列为第17名 去年还入选韩国富比市富豪榜第31名 孙义珍房地产粗估约18亿 选宾房地产粗估约3.4亿 两人无疑是富豪情侣党 不过韩国演艺圈的富豪夫妻党首推润汉和金台西 歌坛小天王和曾经的第一花旦 光房产就高达22.2亿 富豪夫妻党当之无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kang 今ом orange